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些是其实已经非常火的色号了 像NARS啊还有包括YSL 一些非常火的色号 还有一些呢是可能就是斯福兰的套装 我自己比较想尝试的一些品牌啊 还有一些颜色 那我们就有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呢我嘴上这一款 就是NARS的这一款 非常火的这一款 Arogant这个色号 金属色 然后有一点那种Chesna的感觉 我给大家在手臂上看一下它的颜色吧 我自己觉得它这个唇釉呢 它是非常的水润的 因为它是唇釉的质地嘛 但是它非常的显色 显色度超级超级高在嘴上 就我觉得它可能跟我本身的唇色 结合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一种 因为它是唇釉的质地嘛 然后上嘴是有点那种油油亮亮的感觉 所以在灯光下也会感觉特别的滋润 特别的有光彩自己呢其实并没有很多款唇釉 我觉得这款的颜色呢 特别适合秋冬穿一些深色系的衣服 比如说黑色呀或者深灰色的一些衣服 或者说是那种棕色的衣服 我觉得配这款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 像这一款呢就是NARS出了很久很久的这一款 就是叫Lib Pencil吧应该是叫 就是属于像铅笔一样的一个唇膏 它里面打开来是像铅笔头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头来讲并没有像 像Wiresaw或者说像一些唇膏的 它们那种头比较好涂 我刚刚涂的时候我觉得稍微稍微有点不太好涂 需要用手去把它晕开一下 然后我试的这个色号呢是叫Cruella嘛 是叫这个色号 我会把色号打在旁边 这一支呢其实是跟着另外一支 我待会会试色的另外一支Lib Pencil 一起买了一个小套装 你们可以看到是很小小的这么一支 我觉得它上嘴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好看很多 因为它上嘴是一种 就是会感觉给人一种很温暖 然后很有气质的那种那种颜色 一点偏眉红的色调 所以就会感觉比一般的大红色要特别一些 它这个Lib Pencil它虽然是制造了一种 有一点就是Velvet的感觉 但是它其实在嘴上并不干 我给大家在手上试一下色 这款也非常适合在冬天使用 而且我觉得比大红色来讲 因为很多人在冬天喜欢画一个很淡的眼妆 然后涂红唇 我觉得比大红色来讲更加是有气场 然后更特别一些 是另外一款NARS的Lib Pencil 这个色号是我知道就是在Lib Pencil这个collection里面卖的最火的 就Top 1 2的一个火的色号吧 就是我看过太多太多人推荐这个色号 而这个色号跟刚才那个色号比起来呢就更加的日常一些 因为它属于一个有点偏豆沙的那么一个颜色吧 就是更加日常一些 而且也比较适合更多的场合 我觉得我就试了两只就是Lib Pencil这个collection 就觉得它们这个系列真的做的很不错 就虽然是给你制造了一种雾面 然后有一点Velvet的感觉 但是它真的上嘴非常非常的丝滑 然后一点都不干 然后感觉就在你的嘴上非常的舒服 你是喜欢NARS的产品 然后喜欢这样感觉的唇膏的话 我觉得它们这个collection你可以去入正妆 虽然我是入了这样两只小的 就是一个小的套状 我自己对这个系列的产品非常满意 那就是手背的颜色 颜色就是我现在涂在嘴上的这个颜色 还基本上是涂了两层以上的 我觉得因为在镜头前会更加 就是想要给你们看 就是更加咸色的一个感觉 如果你是薄涂的话 我觉得实际上刚刚那一款比较红的颜色 它其实也挺适合日常 如果你轻轻的就薄薄的涂一层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就是来变换的 我试的是stila这个套组的三只唇膏 然后现在在我嘴上呢是这一只 这一只的色号呢是叫做 看看 叫bacca 就是这个色号 然后呢我是之前有买过stila他们家一只正装的 也是类似于这种这种雾面唇釉吧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一只 我觉得它上嘴不干 而且非常显色 就是有一种非常提亮你气色的一种就感觉 我觉得这一只唇膏呢 在嘴上和在就是瓶罐里面 感觉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在嘴上呢会感觉有一点偏 包括在镜头里面我看也会有一点点偏就是 嗯 眉紫色那种感觉吧 但是有一点也有一点偏眉粉的那种感觉 就会比这个颜色稍微要浅一点 它非常紧的就贴在你的嘴唇上面 然后就感觉马上 就是非常女人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颜色 是我刚刚涂的stila这一款 然后这一款是nars的lip pencil 就是我之前涂的那一款 偏了眉色的那一款 其实这两款颜色看起来是有一些相近的 但是stila这一款呢就更加的 就是感觉要水一点 所以它上嘴会更加的服贴 然后我觉得这一款就更加少女一些 比较适合穿一些裙子啊之类的 大家看到的这个颜色 就是我买了这三只当中 我最吃惊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在瓶罐子里看 它觉得是一种偏裸色 然后有一点带粉掉的感觉 我想说就擦在嘴上试一试 结果这个颜色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一种吃土的颜色 而且我觉得我擦上了之后 会有一种就是我要变吸血鬼的那种感觉 我的唇膏里应该是没有这种颜色的 其实还蛮特别的 但是我真的挺不能接受的 就是看起来就会有一种要吃人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在手臂上 在这个外包装里 其实看起来真的都还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嘴上的颜色就这么恐怖 就是这个颜色 颜色呢会比刚刚那个颜色 让我更加能接受一点 因为刚刚那个颜色会在你嘴上 有一种发黑的感觉 所以就很恐怖 而这一只呢几乎和我本身的唇色 会比我的唇色稍微要深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是我能接受的那个范围吧 没有说特别发黑的那种嘴上吃 妆越久之后 它这个颜色会慢慢的越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颜色 会比刚刚我刚擦上去的时候 感觉更浓一些 美妆系 或者说是画一些烟熏妆的朋友 会喜欢的一个颜色 就会感觉很酷 然后会感觉 如果你的眼妆是够浓的那种的话 是会感觉非常分明的一种颜色 你们可以看到就这个颜色 它会比刚刚这个颜色 在手臂上深一些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点偏豆沙的感觉 这种色系来说的 我不是都经常用 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去尝试 这种颜色的唇膏 也不会说尝试这么有 也不会说尝试就是这么有个性的妆容吧 这一支呢 是TUFACE他们家新出的 这个蜜桃系列的这一支唇膏 我之前在视频里有说过 我买它完全就是因为它的颜值 其实呢 我在网上有做过 就买它之前有做过一些功课 其实这个系列我感觉评价并不是特别特别高吧 并不是说每一件产品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适合像我这种干皮 然后适合我平时喜欢的妆感 然后买这支口红呢 纯属于它的颜值真的非常高 它这种白罐呢 然后上面有这种金色的TUFACE的logo 然后打开之后呢 它的唇膏上面有一些蜜桃的这种的印花 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更加的滋润一些 更加的顺滑一些 因为我以前会感觉像TUFACE他们家做的一些纯布产品 我会感觉他们家会有一点干啊 或者说不好这样画 但是我今天感觉它比我想象中要滋润 然后感觉要顺滑一些 规于中矩的红色吧 感觉跟我之前的一些颜色也有类似的颜色出现 所以对于它的颜色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 因为毕竟我是冲着它就是这个颜值去的 就外包中这个颜值去的 然后我这个色号呢是叫He's with me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口红的试色 然后也跟大家在手臂上试一下吧 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有一点像 就有一点西瓜红的感觉吧 比较适合秋冬吧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味道吧 因为很多人也是冲着就是QFACE这个味道去的嘛 我觉得味道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特别浓 就还行 是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现在手上这个色号呢大概是我就是这次入的所有唇膏里我最近用的最频繁的一个一支唇膏呢就是这支YSL的黑管唇釉407这个色号 我自己在拿到它以后上了嘴之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一支唇膏 就非常非常的日常 我几乎这段时间上班都擦着这个色号 我觉得它就是给人一种 嗯没有攻击性 但是会提亮你气色的一种感觉 然后它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YSL他们家的唇釉的 就包括我自己买过之前的很多款 我很多年之后我都还在用 就我觉得他们家就是用手指拍开是最好看的一种方式 就非常的均匀 然后很像你本身就是嘴唇透出来的颜色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跟任何的妆容都非常大 不管是你的眼妆化的非常非常大 我有时候没有化眼妆就没有擦任何的睫毛膏 也没有擦眼线 也没有化眼线 也没有化就是eye shadow 我就出门然后就擦一个这个 就会感觉跟一般的素颜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 就感觉人手必备的一个色号 所以我如果说在这个里面我最推荐的几只 就我推荐的三支唇膏吧 里面肯定是有它的 接着手上的这一支呢 是我今天试的最后一支 就是Dior的这支新款的唇釉 我这一支是看Emma的视频种草了 因为我当时看她视频好像是一个爱用品分享吧 就她说在嘴上是一种非常有气质的颜色 然后会虽然它是一种雾面的感觉 但是不会感觉就是非常有气场 然后非常女强人的那种感觉 但反而就是在嘴上会有一种少女的气息 然后当时就很吸引 就被这个说法给吸引了嘛 然后我就在斯福兰这一次下单了这一支Dior的唇釉 我自己呢就这段时间也擦过这支唇膏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就是NARS这一支吧 有一点点像是雾面的质地 然后一个呢是那种亮的质地 但是我觉得它们在颜色上呢 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尿的感觉 就是感觉在脸上非常的温暖 然后配冬天一些深色系的衣服就很好看 刚刚呢我跟大家试的那一支YSL 忘记给大家做手臂的试色 我先跟大家试一下 这个颜色呢就是刚刚给大家擦的那个407 我觉得是人手必备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日常上班上学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所有唇膏的试色了 如果说要让我从这九支里面选出三支 我最喜欢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这三支 就是YSL的407 以及NARS的这个Arogant 还有这个NARS这一款Lip Pencil 然后这个色号呢是我试的第一个色号 就是偏红一点的那个色号 我觉得这三支是我今天最喜欢的 我觉得它们是可能是比较适合我的风格 穿衣风格 以及平时日常的一些需求吧 你们对于我今天试的这些唇膏 有一些什么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或者账目来告诉我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今天这支视频 也希望你们能挑选到自己喜欢的唇膏色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